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苹果说的95%的客户满意度 反正我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OK回归正题 iOS12相较于iOS11 除了在速度方面的提升之外 在功能性上也有许多创新 然而貌似都有点不痛不痒 这些不痛不痒的功能 包括了AR增强限时 相册应用 全新的Siri Apple Books CarPlay 以及全新的免打扰模式 Memoji和The Group FaceTime等等 其中相册的搜索功能更加强大 而Siri则是加入了Shortcut功能 可以通过你的语音指令 来执行一系列的操作 此外全新的CarPlay将支持第三方导航平台 其中就包括了国内的高德地图 至于The Group FaceTime 感觉就是为了视频会议而生的 支持了最高32个人 同时使用FaceTime进行视频聊天 随后亮相的就是WatchOS的更新 主要还是在运动和健康方面 做了一些升级 同时还加入了对讲功能 Walky Talky 总之就是一些不痛不咬功能用户 估计早就玩异了的功能 而再讲到Apple Watch的时候 居然发布了今晚的第一款硬件产品 也是唯一的一款硬件产品 没错 它就是一根彩红样式的表带 仅此而已 至于接下来的Apple TV和TV OS 我就不废话了 毕竟这跟国内的优虎 基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最后就是全新的Mac OS了 新版本的系统明明为Mojava 而在功能性方面 Mojava提供了全新的Dark Mode 也就是大家期待的夜间模式 视觉上还是非常漂亮的 同时在桌面文件管理方面 新系统提供了Desktop Stack功能 可以根据文件的种类 进行快速的分类 桌面确实显得整洁了不少 此外截屏功能支持 是与iPhone等设备进行联动 可以实现直接调用手机摄像头 所拍摄的画面内容 非常的方便 Mac OS Apple Store也将迎来更新 界面小改功能则是更加强大 当然资源也会变得更加丰富 而对于iOS和Mac OS是否会合并 官方也做出了正面回应 不会 不过对于Mac OS会开始着手 开展兼容iOS部分应用的工作 感应的话要不妨期待一下 现在是凌晨3点半 熬夜看完今年的WWDC 我的心情可以说是无比的平静 今年的这些更新 可以说是基本没什么亮点可言 唯一的硬件产品居然只是一根表带 大家期待的iPhone SE2新款的MacBook 以及新款的iPad都没有出现 而对于各种所谓的新功能 大部分类似的功能 国内用户估计早就玩逆了 所以各位洗洗睡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散发关注微博的微信公众号 回去更多更有趣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